丹麦王妃 略嫌,法国总统马克龙邪夫人布利吉特保恩丹麦,马克龙夫妇受到了丹麦弗雷德里克王储, Crown Prince Frederick和丹麦王储菲玛丽, Princess Mary 的邀请。 其实在欧洲的王室中,除了英国王室的凯特王妃,优雅端庄,受到大家的欢迎之外,丹麦的玛丽王妃也是备受欢迎,还有着欧洲时尚建峰校标的称号,经常入选全球最佳着装名人牌行榜。 那么这次65岁的布利吉特在这样一位高雅的王妃面前,会有怎样的表现呢? 非常巧的是,当天的布利吉特和玛丽王妃,竟然都选择了一身红,布利吉特的红色大衣搭配红色的那大裙子,真是显得年轻啊。 别看法国第一夫人65岁了,和马克龙相差了24岁。 当年还是马克龙的高中老师,16岁的马克龙爱上了比自己大24岁的老师,然后在30岁的时候娶了54岁的布利吉特。 随后去年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,布利吉特成为了第一夫人,布利吉特在马克龙任总统期间,受到了大家的欢迎。 65岁的年龄,但是穿衣打扮却是衣品非常高,不是65岁的打扮,反而是40岁左右的look。 马力王妃选择了这样的红色长裙,小高领的设计非常优雅,晚起的发际相当优雅。 布利吉特在发型上输了马力王妃啊,去外媒报道,布利吉特为了让自己变得年轻一些,每个月,在发型和妆容上的花费大约4万多。 不过网友们也觉得花的值,真是看起来不像65岁呢。 同穿红色的布利吉特和马力王妃,马力王妃如今49岁,要比瓦国第一夫人小了许多啊,但是从这背影一看,就能温出高下了。 65岁的第一夫人布利吉特却拥有着25岁的腿,这完美的腿形,让我们自愧不如啊。 而且看这背影,就像是20多岁啊,反而是马力王妃的形态,还比不上65岁的老太天。 布利吉特的腰板挺得很直,相当有气质。 布利吉特的非常真诚的笑容也为他加分不少,虽然有了一些皱纹,但是马克龙是相当宠爱妻子呢。 只要两人亮相,就是秀恩爱的节奏,很多人都说,看到了布利吉特和马克龙,让人相信了真爱。 其实丹麦的王妃玛丽也是一位平民王妃,出生于澳大利亚。 她和弗雷德里克王储在悉尼奥运会的时候相识于一家酒吧,2004年加入王室,后来生下了一对龙凤胎,也是一段灰姑娘嫁给王子的故事。 而玛丽高调的身材,娇俏的外形,和悠然的气质,每一次亮相都是完美啊。 但这次似乎输给了65岁的法国第一夫人呢,和弗雷德里克王储,真是非常般配。 但是这次的红色大衣似乎,不是那么适合王妃呢,可以看出玛丽的腿形都没有布利吉特的好看,所以说布利吉特,还是有自己的过人支出的。 马克龙前夫人访问丹麦,布利吉特和丹麦王妃,并美。 65岁年龄,25岁的腿,周三,马克龙夫妇将要访问芬兰,到时候看看布利吉特会是什么样的look呢? 也是非常羡慕马克龙这么宠爱妻子。 65岁的布利吉特,依然写得非常年轻,生名,文字原创,图片来自网络,如有侵权,灵系删除。 projets 瑞瑞瑞格 最后